開價9億的紅磡高山道前海關宿舍地皮 雖然加入發水上限一成的限制 但鏡頭的氣氛仍然激烈 開拍10分鐘就有9個發展商先後成價 其後每口叫價由1000萬港至500萬 首持16號牌的南風和18號牌的發展商力增 最後經過88口價由南風火拍永泰 以15億2500萬投得 你們出價三個月 成交 較開價高9成6 接近市場預期的上限 平均每呎地價9934元 南風說成交價是預期之內 又說不覺得地皮有限制 每個地盤都有一定的限制 比如說高度沒有地盤在香港沒有高度限制 這些其實都是在我們處理地盤計算的時候已經預計了 第三年後的賣價會超過15000 所以平均相比4000元 我想現在也在賣15000元 高山道地皮輪近未來落成的沙中線 何文田站 地盤面積超過2萬呎 地積比7.5倍 可見樓面面積大約15萬3千呎 南風說地皮日後主要是建3、4房的單位 和永泰投資各佔一半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王嘉莉報導 都